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葛莱姆在推特上透露 虽然已经在去年12月接种疫苗 他在7月31号晚间开始出现泪流感症状 就医之后接到确诊通知 未来将会居家隔离10天 66岁的葛莱姆说他非常庆幸自己已经打完疫苗 不然症状恐怕会严重许多 而他感觉自己像是得了鼻痘感染 目前症状轻微 美国机关预防中心CDC公布研究报告 发现7月麻州469例群聚感染个案当中 有高达74%是已经打完疫苗 而且体内病毒量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相当 外界现在担心现有疫苗恐怕不足以对抗Delta病疫株 但是白宫发言人沙奇强调 现在美国相关证据都显示突破性感染 还是相当罕见 而且个案症状轻微 预祝葛莱姆参议员早日康复 美国纽约州州长古墨公布 纽约州新增2516例确诊病例 大约是两个星期前的三倍 现在染疫住院738人 是上个月18号的将近两倍 因此州长现在下令大都会运输署和纽约与纽泽西港口事务局的人员 所有的员工必须在9月6号劳动节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否则将必须每个星期接受病毒衰减 纽约市长白思豪也说市府强烈建议民众在室内环境佩戴口罩 但是现在不会强制因为他说口罩不能代替疫苗接种 而白思豪市长在上个星期就宣布 纽约市30万名公职人员必须在9月13号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否则也是必须每个星期接受筛检 同时在室内佩戴口罩 而且还说违反命令的员工恐怕面临遭到解雇 古墨也希望酒吧餐厅还有其他私人企业 可以考虑要求所有顾客员工必须接种疫苗才能进入 古墨说如果单日病例数没有改善的话 可能会强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教师老师接种疫苗 认为学校应该在未来几个星期重新开放之前 尽速为老师教师制定疫苗接种和病毒筛检的政策 大陆南京本土疫情持续快速蔓延 现在武汉也出现疫情 这是武汉从去年6月开始零确诊之后 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 大陆国家卫健委通报 疫情现在在全大陆呈现多点散发趋势 已经扩散15个省26个市 都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或者是无症状感染的人 其中湖北省黄岗荆州通报新增病例 疫调都指向他们曾经去过张家界的江苏淮安一个旅游团 而张家界先前就通报 源自于这个南京疫情的感染的人呢 曾经观赏魅力湘西剧场一场演出 当时呢是超过2000名同场观众 这些人现在都是高危险群 旅游结束之后呢 他们也途经其他的城市 因此让张家界成为南京之外主要疫情的扩散地 那么现在武汉通报遭到淮安旅游团的波及 在清零14个月后破功 一次出现七例新病例 现在从南京郑州张家界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普通列车呢 都已经没有办法购票 因为北京现在提高进京管控 水灾后的郑州出现的病例 现在说全部都是Delta病毒株 而南京现在最小的患者只有八个月大 丹麦在四月就停止使用AZ疫苗 而他的国家血清研究所现在指出 注射过AZ疫苗之后 第二剂不管是打辉瑞BNT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完成混打疫苗14天之后 都能够产生高防护力 而感染新冠几率呢 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低了百分之八十八 丹麦另外一项研究也证实 接种两剂辉瑞的防护率呢 现在是百分之九十 但是丹麦公布结果的这个混打研究 是在今年二月到六月之间进行的 当时在当地主流病毒是Alpha变异株 因此也没有办法判定说 丹麦现在呢 普遍的Delta变异株的疫情 是不是相对是有相同的防护力 德国卫生部说将从九月开始提供 长者以及高风险族群 辉瑞BNT或者是莫德纳疫苗加强剂 就是第三剂接种 特别是向所有接种AZ 或者是教生单级疫苗的提供加强剂 同时德国也要放宽 十二岁到十七岁青少年的 接种疫苗的资格 强调接种疫苗是属于自愿请职 但是让青少年还有儿童接种 可以大大帮助在暑假之后 安全返回教室 英国也预计九月要向两千三百万人提供 辉瑞加强剂就是第三剂 包含五十岁以上弱势 还有国民保健署以及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额外的疫苗呢 会分成两个阶段推出 在计划延长之前呢 优先考虑那些比较 或者最有可能感染的人 所有患者呢都将接受是辉瑞疫苗 因为英国认为辉瑞已经是被证明 对Delta变异株是最有效的 那么接种AZ疫苗的人呢 会获得MRNA加强剂 也就是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 英国政府的支持的研究也有发现说 混打疫苗AZ和辉瑞抗体多九倍 而最近才发表的英国研究还表明 第三剂打辉瑞对于Delta变异株的 抗体水平可以增加五倍 尤其是对年长者特别有效 在六十五岁到八十五岁已经接种 接受这个标准两剂的人群当中呢 抗体水平飙升了十一倍 那么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 加强剂的试验也表明 在第二次接种六个月之后 进行第三次第三剂的接种 可以恢复对新冠病毒的最高免疫力 而日本TBS电视台有一篇报道是 一名五十多岁男性 他住在东京 上个星期因为新冠呼吸困难 他打一一九求救结果 被一百多家的医院拒绝收治 辗转了八个小时之后 才得以被送到距离五十公里远的医院治疗 那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就说 这例重症被医院拒收 不是单一个案 疑似确诊患者超过三十分钟以上 没有办法找到收治医院的急救 送医困难案件呢 其实在七月的第四个星期 总共有六百九十八件 而且呢这个数字是前一个星期的 一点六倍 日本政府二号发布第五次 紧急事态宣言 将其运千叶神奈川三个县 还有大阪府纳禁了 和原先的东京都冲省县 一同延长到这个月底 也将北海道石川京都兵库 福岗五个道府县纳禁 蔓延防止等重点措置的范围 日本共同社报道 民众认为日本现在出现了防疫疲劳 再加上正在办奥运 带来的松懈才会导致这一次的疫情严峻 质疑紧急事态其实对于疫情控制 没有太大的成效 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在反正正在办奥运 可以外出 再加上不少年轻人对于疫情缺少警戒心 因此现在的人流又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日本首相菅义伟呢 召开了有关新冠医疗体制的隔疗会议 他在上头表示用在轻症 或者是中等症状的治疗药抗体肌尾酒疗法 打算让住院患者以外的民众可以来使用 日文经济新闻就报道 金一文强调 基本上呢会先让轻症的人进行居家疗养 特别是用在50岁以上 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民众 而厚生劳动省呢 在7月19号的时候 就特立核准日本医药品大厂 就是中外治药申请的两种新冠治疗药物 用在抗体肌尾酒疗法 而这是日本第一次核准新冠轻症治疗药物 英国金融时报这一篇报道 标题就写着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接受专访 他说他在这个专访里头呼吁国际社会 更加关注台湾的生存 同时警告大陆不断扩大的军力 正在包夹台湾 岸信夫呢在专访当中还提到 他说虽然日本越来越担心台湾安全 但是他说目前并不打算 和台湾建立直接军事关系 将维持现状 而且台日也不会缔结正式外交关系 岸信夫强调国际社会 需要更加关注台湾生存 而不是关切大陆与台湾发生 直接军事冲突 岸信夫表示非常欢迎 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包含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 即将访问日本 而德国巡防舰巴伐利亚号 也从北海起航了 出发的方向就是前往西太平洋 预计12月中旬穿越南海 而这是德国航舰 在2002年以来第一次 将进行为期七个月的任务 也是会途经日本南韩 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地 和联盟国家进行联合军演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